白莲圣坛 恭迎贵客 白莲教祭祀活人的传说 原来是真的 这是我在湖南发现的一个洞穴 洞口被一堵石墙封锁住了 在洞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的白骨 那么这些白骨会是祭祀的活人吗 如果不是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死在洞中 带着好奇 今天我们就继续往洞穴深处探索吧 这个地方砍不过去啊 太深了 这个草长的 我们原路返回从其他地方 砍路过去 我们重新找了一条路砍过来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卷柏 这个就是九屎黄昏草 太阳一大的时候它就会卷成一坨 然后一下雨它就会展开 继续生长 这个就是说明它的生命力 生命力特别的顽强 所以说叫它九屎黄昏草 看来这条河是流到了这个洞里面 我感觉 我们从河走的话 要好走一点 单纯到里面砖了 从这边砍过来 太难砍了 然后现在我们是到达了这个沿地的边上了 我们继续往里面砍一点 应该就可以进到里面去 现在我们终于从那边砍到这个白年轿的这个距点的下方了 过来看一下 它这个水是直接流到了这个洞里面 就是这个古寨的里面 古庙应该说是 然后整都十枪保证的特别的完好 就是我把你叫在里面干了很多这个非法的勾当 哇 好完整啊 相当的震撼 好现在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进到里面去探索 这个石墙的厚度在两米啊 然后整个石门有坍塌 以前这个就是石门的封门石 然后现在刚好有一个拖身洞 这么大一个洞口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爬过去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包先放着 人爬过来了 再继续拉包 你今天给我卡包 哎呦 好难够爬 哇 不知道 这个包里面是这个电池 爬过来了 不然之后我们还是在这个石墙上面 整个石墙其实是很厚的 然后上上还有一些这个设计孔 这个就是设计孔啊 有些被堵住了 然后整体外面看着还好 里面其实塌风的挺厉害的 哇哇哇哇 哇踩空了 要踩到这个缝子里面去了 我们现在继续往内部探索 哎呦好慢 这个地方有石巢 这个地方也有石巢 看来你连以前这里面是阁楼啊 总共是三层阁楼 架在这个上面的木头是三层阁楼 我们看一下 这么下来之后 水是从这个小缝隙流进来的 哇 进来之后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啊 是一个这个河道 其实说白了是一个地下岸盒的路口 我们继续往里探 哇 还蛮大的啊 这里是有一个洞道 往左的 这是主动道 我们先探索这个主动道 看一下主动道有多深 它这个地方是涨大水的话 还不好操作呢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石巢 开着的 说明这个阁楼从这个门口一直到这边呢 都是一个房子 那这样看的话 大家看 它镂空的这个窗户啊 这个石墙啊 看起来还特别的漂亮 我们继续往里走 其实这里面 目前的话 就是这个石墙啊 是人为的建筑 然后旁边的话 有一些这个石巢 其他的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河道 往这个消水的方向走 水里面还蛮干净的 这个水是田里面的水流进来的 里面也不知道有没有鱼啊 然后过来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石头院子 看到没有 人工累建的一个痕迹 这是一个人工累建的石头院子 被水给冲垮了 看涨洪水的时候 这个里面 这个还是蛮大的水流量 岩壁上方是一些蝙蝠 这里面没有啥种的石 然后一直我们是顺着这个河道 再往下走 到这个地方 这边是一个盲洞的 然后 洞道往这边走了 过去看一下 这个水潭感觉很深 不知道有多深 现在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游泳过去 继续探索了 我刚好要跳下水的时候 在这里发现了骨头刨膏 头盖 哇 这个 那里面还有 这个真的有点像的 哇 有牙齿 哇 好多骨头 哇 这个泥巴里面埋着 还有很多很多骨头 这个里面真的像老乡所说的 白骨成堆 可能我们这个 走到那些沙的里面 全是骨头 被这个 沙就是水带进来的沙给 被覆盖掉了 以前应该很多 有可能在这个潭底下都有 刚才他们拍的潭底下水汽的时候 就好多白骨头 哇 感觉有点像乡村老师那个场景 我有点害怕 我不敢过去旁边 我从那边游过来了 游过来之后 这里是一个狭窄的动道 我们要 连着这个狭窄的动道 继续往里游着 继续往里游 踩上机段去 这会过来的是陶沟 这个水底下也是 四股心都要 走 我们接着往前走 终于游过来了 好水啊水啊 好 我们现在 继续 往上走 咦 这里发现了一个 特别圆的孔 在这个地方 发现了一个特别圆的孔 这个孔特别像人为拍照的 这有可能是在古代 插火把的地方 我们现在 继续 用这个东道深处前进 这里有很多这样的 蝶潭 但是已经干枯了 应该还要往上走 从下面上来 这个洞道化变小了 爬了有四五米的样子 然后洞墙又变大了 然后 这些避流石 很多 这里面 然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深潭 感觉 他们是从这里游过去的 这个行军雨 我们现在 可能也要从这个地方游过去 哇 游过去从这里爬上去 才过得去 直接往上起步 这个底下看得很深 不知道多深 我们现在要继续往前走 上不了岸吗 往那个小洞有洞到没有 上不了 那就回来回来 另外找路 能上吗 那就回来吧 踩不踩得到底 踩吧 踩得了 那过来过来过来回来回来回来 那边没有动道了 是一个盲动道 有一个特别小的动道 但是过不去 好个过去看了一下 这边裂缝 不好走的 特别的窄 走的时候有点慢 爬上来了 看一下 这也结束了 感觉 算了这里上去 好像还可以走 这边也可以走 这里是个 哦 这是一个盲动 这确定就是一个盲动 这上去没有洞了 然后这个感觉还有洞 这边有洞 看一下这边 向上的 洞道 结束了 到这里结束了 这应该是刚才那个洞的上方 有进水口和下方是连通的 然后我们还是走下面 我把这个捏线的这个捏线 进去看一下 有没有路 这个东西是斜着往上来走啊 这感觉还可以往上走 这感觉还可以往上走来 但是特别的不好走 就要滑一下 看一下 结束了 爬不动 这个洞到这里就像这个样子了 整体的这个 白念教的这个古庙啊 古庙洞就彻底的探明了 看一下 哇 这是白富巨属 在这里扒了一个屋 我们从这里下去吧 这里好走一点 这个洞彻底探明 确实是一个 这个 这里面确实是这个啥 有人为痕迹啊 撤撤撤 彻底探明了 这个白念教古庙 这里面反正确实是有人为痕迹 但是没有发现文字 它到底是一个白念教的古庙呢 还是一个土匪的这个 草区呢 还是这个以前百姓的建筑 这个不得而知啊 已经无法考证了 但是关于这个地方的传说 就是白念教肥洞 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